你還記得2018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2018年那個時候曾經發生 相關國安局以及相關檢查機構 介入調查民眾甚至是查水表 對於網路上任何批評的言論 或者是假新聞大肆的撻伐以及抨擊 大家還記得這個新聞嗎 所以我說人民 各位觀眾請不要這麼健忘 我們大家要努力記起來 民進黨有多壞 因為過去曾經就發生過相關的案例嘛 甚至是什麼 甚至是有阿伯莫名其妙 或者是有阿姨莫名其妙在家裡 就有警察來按門鈴說 因為你在網路上亂講話喔 因為你在Line上亂轉東西喔 弄得寒蟬效應 民眾通通不敢講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民眾意見 講到我的數字 講到我的個人意見 包括誰 包括誰就是我們的台灣高檢署 這個前檢察官陳宏達 也發表聲明嘛 說對於這次檢察長的人事一動 印下歷史污名 法務部已經欠缺對司法獨立的尊重 淪為政治力的操弄 他說資人善任 是領導者的一門學問 擺脫引誤者的干預 更是法務部長官必修的課程 好 既然他是這樣講 但是我們剛剛提出了 非常多的質疑啊 但我們總要給法務部一個機會 給他們澄清 給他們回應吧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麻煩來幫我們播放一下 蔡清祥 啊 最新的一個澄清說法 跟訪問片段 任何的事情啊 都要從事件的本質來看 這是純粹一個法律的案件 那應該從法律的角度啊 來觀察 那我想有關案件的內容 台中地檢署 他們都有對外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起訴 檢察官依照證據來做認定 未來還是會在法院審理中啊 大家都可以陳述 他說是因為選舉的關係 所以他是受到破 破壞的一方 我想檢察官在辦理任何的案件 都是純粹從法律的角度 還有證據的考量 絕對不會有其他的因素 不過從那個林茲廟再到高峰案 然後再到這個嚴寬人 是不是檢調辦案的速度都特別的快 但是面對陳中諺的案子 到現在也都還沒有結果 每個案子有每個案子的特性 我想陳辦的檢察官 都會依照個案的情節來做考量 但是陳中諺他沒有傳換就簽結 然後還有高端的62案 好像也是很快就已經簽結案了 被質疑是不是過程有瑕疵 有關個案的監督 考核我想高檢署 他們都會 來按照 情節 然後由負責 該案的一個地檢署 來做詳細的調查 檢察長的調動 包含中和縣還有鄭明謙 這兩個人都被認為 跟台南有關 所以是把他們調上來 是為了要護航賴清德嗎 我們檢察長的調動 是例行性的 是固定的時間 會做一個全盤性的考量調動 那檢察長的調動 跟一般行政機關的調動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民選為多數的檢審委員會 他們來做初步的一個領選 要提出兩倍的人選來給檢察長 給部長來圈選檢察長 所以我們的一個調動的程序 跟一般的行政機關是不同的 我們有特殊的 必須經過多數民選的檢審會 他們來做初步的審核以後 再送到部長這邊來圈選 這個蔡清祥講了幾個重點喔 講了什麼重點 蔡清祥講到的重點 第一個 所有案件如果有所不同 那個都是依據個案來判斷 講白了 從頭到尾跳針五次 就是跟你講 講不出來嘛 個案判斷 那這個個案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蔡清祥沒有講的是 其實有一個一言以蔽之 就能夠解釋全部案件的原因了嘛 陳中葉為什麼不用查啊 因為他是民進黨賴清德的人 高端為什麼不用查啊 蔡英文為什麼不用查啊 陳建仁為什麼不用查啊 為什麼顏寬恩要再多三查核 甚至還要跟他羅織罪名增加罪名 這個答案再清楚也不過了 不過蔡清祥說 嘿呀你看我們這個檢察館調任啊 明明奇怪這個打馬英九的 打林之妙的 打高宏安的 甚至還打誰的 通通有的升官有的扁官 結果他跟你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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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沒有關係 這個叫例行性 的確時間是例行性的 但人選不是例行性啊 人選是高度政治性的嘛 因為現在選舉年要到了嘛 蔡清祥的答案 不知道你滿不滿意嗎 在我聽起來 真的是滿口荒唐言 好不好滿口荒唐言 所以包括我們剛才講到 先前的最高檢檢察官 也有出來痛批整個執政黨 已經把司法公正弄像笑話一樣 喂你好 中先生嗎 你好你好 中先生你好 中先生你好 你已經上車了 來不管你想要表達什麼 鼓勵什麼 來唱首語言 好我是提供案例啦 高等法院102上1338 對於法官沒有盡責任的 被判賠老百姓500萬 這個有案例啦 是 第二個法官有應做為不做為 台北地院防文卵院長 很難得他不干涉審判 但是他可以送監察院彈劾 很難得 彈劾成功工程會記過就撤職啦 是 再來 吳光陸法官判決圖立東地市 你看 林良港喔 三四四年前 這個啊 東地市啊 嗯 有人審會辦啦 這個法官 啊 那個人審會就查報啦 違反判例 台上3220 判決不被留 就圖立 也撤職啦 那撤職以後呢 事後他不能夠當這個 司法院的評券委員 他還去跑去啊 當律師公會的會長 沒有人知道這個內幕啊 所以我們公告這些案例 聽到的這個朋友啊 以後在法庭要講這些案例的話 你跟法官報告請求 他就會接受你的請求 如果你沒有講出 法官寄過懲署案例 法官獨大 他管他都啊 不管你啦 所以在法庭一定要記住 尊重法官 以理用兵 多多用判例跟案例 我有這個樣子 你才可以爭取到你的利益 不要忘掉啊 民國88年7月6日 李登輝總統 對法官的收賄犯難 我別看 那個高雄啊 殺死警察的判這個 無期徒刑 你看上訴以後 花數千萬就判無罪啦 所以李登輝很生氣 要蘇啟陽院長改革司法 三年啦 改革不了 所以總統呢 把蘇啟陽撤職 然後呢 就由這個翁葉生接任 所以才有88年7月6日 司法大修法 怎麼修呢 把法官主導訴訟廢掉 改由被告取代法官主導訴訟 如果懂得主導訴訟的朋友 不要忘掉 刑事訴訟法288-3 這個是李登輝大修法的法條 送給誰?送給被告 對於法官在法庭 不調查你有利的證據 不要忘掉哦 你要棘手 包括法官 我要刑署異議權 只要你懂得行事異議權 那法官馬上要停止訴訟程序 由三個法官去評議 哦 所以呢 這樣的話就可以有翻轉的機會 案例有98台上863 這是最高法院的判決 哦 有這個案例 好 謝謝我們莊先生 感謝您這個法學淵源 非常這個淵博哦 謝謝我們莊先生 好我們剛才莊先生講很多 我怕有些觀眾不理解我們莊先生 他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不要認為法官都一定是公正的 你必須要有備而來 才有辦法讓他怎麼樣 皮繃景點 所以剛才莊先生念很多台上什麼什麼 他是念案例 案例是什麼 法院沒有照相關的流程去走 或者是公正判決 最後遭到懲處甚至是判刑的案例 好莊先生的意思是 希望各位觀眾如果在往後面對司法的時候 請要有保障自己的準備 也就是不能期待 一定會是公正的 所以你必須要透過自己的力量 哦 將這些相關的判決準備好 讓法院可以確實的公正判決 這是我們莊先生的意思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全都在裡面 讓你一次滿足 也許你可以看見 我們在成功工廷 在 MARGUS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